立法院临时会今天呢 包括了郑索税啊美牛啊 预计应该都会过关的 但是在正式投票表决之前呢 民进党突然就提出了倒戈案 虽然立法院长王金平倾向不接受 但是民进党呢 他们坚持要提 经过一个上午的朝野协商 目前呢郑索税跟美牛案 预计在下午才会表决通过 立法院临时会开张争议的郑索税和美牛案 25号就要抢拼过关 但一眼望去空荡荡 蓝绿党边和立法院长王金平 都为了民进党所提的倒戈案 进行协商 你成案之后呢 那向院会提出来 院会从哪里来啊 是 向院会提出来啊没有院会 那你怎么去提 被否决掉我们不惜提请这个视线 提请大法官来解释 到底临时会能不能提 在一党初齐招强在国民党表决前 先搬出对行政院长陈冲的 不信任提案甚至不惜要视线 似乎想要转移民进党弃手 美牛正所税表决的焦点 国民党立委话说的酸 对民进党提倒戈案基本上是虚张声势 恫恶国民党或者是错乱整个政局的发展 我们还是觉得非常厉害 尽管公民党团有人数优势 重要法案要过关 只要不跑票通通不难 但在业党也不是省油的灯 表决阵之前先搬出倒戈案 蓝绿上演政治攻防战 中心的黄金颖秋春SNH小组台北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